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空队方面愿意用任何一个人来做交易筹码 同时还愿意支付给新疆队一笔巨额的转会费 这笔转会费高达8000万左右 北京队方面同样是提出了非常有诚意的价码 愿意拿CBA优秀中风范子明 以及封县汉将雷盟作为交易筹码 同时还愿给新疆队支付一笔高额的转会费 当然了上海队方面也是给出了非常高的转会费 但是从目前来看 就算新疆队同意对方面的交易筹码 但是周琦要另外的签字费 还要给周琦经纪公司钱 以及周琦的户口和房子等 也就是说想要引进周琦的球队 需要给新疆队钱 给周琦钱 给周琦经纪团队钱 以及一些额外的条件 总之就是三个字 钱钱钱 根据北京媒体人永芳芳表示 要想引进周琦需要3比4亿元 因此永芳芳表示3到4个小目标 那不是球队邀买球员 那是球员把球队盘下来了 鉴于周琦以及他经纪团队的狮子大开口 有媒体人表示北空队和北京队方面 已经正式退出谈判桌 目前也就上海队还在坚持 想要引起周琦 不得不说 上海队还是财大气粗 当然了 上海队能否完全引进周琦的操作 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傅政浩听到直接怀疑人生有意思的是 关于永芳芳所言是否属实 媒体人傅政浩也是给出了证明 他表示这个赤瓜的话是从第三方俱乐部老总口中说出 也就是说 想要引进周琦 真的是要花费4亿左右的天价转会费 因此 傅政浩表示听到这个说法之后 直接怀疑人生 傅政浩是这样说道 终于有人提及3到4个一这事儿了 我前几天听到这个说法后直接怀疑人生 因为话是从赤瓜的第三方俱乐部老总口中说出 我觉得这就是个吃 瓜群众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话 可这两天越传神 谁去给何振一下 话说都是直辖市的超级国企 北京这哥俩家起来都不如人家一个有魄力 当然了 从傅政浩所言来看 似乎上海队并不会差这点钱 还是有意引进周琦 想要组成CBA内线双塔王哲林加周琦 所以傅政浩也是调侃道 都是直辖市的超级国企 北京这哥俩家起来都不如人家一个有魄力 讨论周琦值得这么贵吗 如今 周琦与新疆队之间的闹剧 已经争论了两个年头两年前周琦与新疆队合同到期之后 想要以自由球员的身份离队加盟CBA其他球队 然而 CBA公司有一则规定 如果球队给某一个球员提供CBA顶薪合同 也就是说低类合同 那么 该球队就拥有这名球员的优秀签约权 于是新疆队就给周琦提供了一份CBA顶薪合同 但是 周琦并不认可新疆队提供的CBA顶薪合同 认为自己应该以自由球员身份离开新疆队 随后 周琦与新疆队彻底决裂 周琦将新疆队告到了CBA公司 告到了蓝鞋 接下来 CBA公司出面调解 认为新疆队拥有周琦的优先签约权 不过 周琦并不认可 随后周琦四次离开了新疆队 离开CBA联赛 周琦这一走就是两年 现在周琦也是非常希望能够重回CBA联赛 毕竟 CBA联赛才能让周琦得到更多收益 才符合他与新疆队打官司的目标 经过蓝鞋的调解 新疆队已经同意周琦转会 但是 周琦和他团队的狮子大开口 又让转会知识面临难产 在此 想说的是假如要引进一个周琦 真是要花费4亿元左右 那么 真的划算吗 周琦真的值这个价吗 现在一支CBA球队才值多少钱 各位看官 您说呢 祝 各位看官 为了解更多体育方面的消息和点评 可以点赞 转发加关注 彼者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